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近日指出 美国的疫情防控效率较低 浪费了中国为世界争取到的时间 同时多国人士感谢中国与世界 分享宝贵的防疫经验 我认为美国对病毒的检测效率不够 中国采取的前所未有的严格措施 给我们争取了时间 我们有效利用了这些时间吗 我觉得我们每天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合作 多国人士表示 中国与其他国家分享抗击疫情的经验 并向有需要的国家伸出援手 他们对此表示感谢和赞赏 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在抗击疫情中积累了丰富经验 还无私地跟我们分享 在伊朗实施全国动员计划后 中国专家提供了很多宝贵建议 给了我们信心 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在预防控制治疗 以及危重患者护理方面的经验 这为我们赢得了时间 让我们少走弯路 我认为中国采取的防控措施 非常迅速果断积极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抗疫战斗中 发挥了领导力 我对此表示由衷的敬意 中国普通百姓齐心协力克服困难 使这些措施取得了成效 中国还把自己的疫情防控经验 通过视频网络等各种方式 与世界各国分享 我们对此非常感谢 日本现在就在利用中国已经获得的经验数据等 学习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我认为中国此次抗击疫情的行动 树立了国家治理的典范 我们还要感谢中国向其他国家派出专家团队 中国目前在支援伊朗和其他国家 这种担当非常重要 中国所做的一切堪称典范 全社会都响应号召 担负起了防止疫情扩散的责任 中国的反应速度也让西方叹为观止 能在十天之内盖好一座医院 居民们自觉在家隔离 这些都是榜样性的 我坚信中国会打赢这场战役 人类会打赢这场战役 我坚信中国会打赢这场战役